因为妈妈也是一个很会煮菜的人 基隆新著名卵千佑亲手料理 接下来有几位新著名姐妹与议员服务处志工 一起将这些配菜放入一碗碗的凉面中 曾演出花甲南海转大人的卵千佑回忆 当初刚到台湾及孩子出生时 都是到卫生所打疫苗 加上这一年多来 卫生所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 做疫调打疫苗相当辛苦 因此她特别号召新著名姐妹 制作越南凉面及越南咖啡 赠送给卫生局人员 希望以家乡美食为这些防疫英雄加油 现在选台湾都是在疫情当中 所以我跟所有选省的新著名姐妹们 每个人就是发一个爱心 要送这个爱心便当跟咖啡 给所有的医务人员 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再凹久一点 然后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所以我用所有台湾的新著名代表 来送这个爱心便当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喜欢 阮谦佑等人的爱心也获得 他们辛苦的在替大家守护着 那她知道这些卫生所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都去支援了这些施打站 她觉得他们相当的辛苦 所以当时她是被卫生所照顾的 那她现在自己开了一间店 那很有能力的呢 那她现在想要来回馈给当时帮助 阮小姐的这些辛苦的同仁们 收到这些异国美食 让卫生所人员觉得更有力气对抗疫情 对啊 谢谢我们前面还有郑文婷议员 然后在这疫情当中 然后接种我们这样子美好的食物 越南食物 那让我们不管在疫情当中 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们谢谢两位你做 谢谢 谢谢 感谢就是他们也看得到 我们所有的付出跟努力 那也希望我们在金融市所有的长辈 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市民 能够精力 能够快点打疫苗 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接种率 然后能够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卵签又总共制作400份越南凉面 连续四天送给七区卫生所 希望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辛劳 也希望大家齐心抗疫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金融加油 谢谢越南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